一边是喝牛奶吃鸡蛋的纯血马 一边是喝湖水啃包裹的本地马 一边住遮风挡雨大瓦房 一边却以天为盖地为炉 赛场上的汗血宝马傲视群雄 草原上的本地马自由漫步 一边能为主人带来荣耀与金钱 一边是人们生活中的最佳伴侣 哪一种马儿的生活更深得你心 稍后敬请收看马年说马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乡土 中国有十二生肖 这生肖来源于古人用十二种动物 与十二地支相配纪年 也就是紫鼠 丑牛 银虎 卯兔 陈龙 似蛇 五马 未央 今年正好轮到了五马年 除了生肖纪年 人们还常常用生肖属性来总结人们的性格 比如说 这马年出生的人 性格开朗 才思敏捷 精力相当充沛 可是脾气多变 遇事容易急躁 这听起来好像是将马的性格 加到了人的身上 回顾我们上一年在各个地方接触的马呢 发现这马呀 除了有自己的脾气性格之外 不同种类和不同环境下的马 都过着不同的生活 享受着不同的待遇 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们首先要给您看的呀 就是这重金买进的进口纯血马 养它的主人叫王建伟 在新疆博湖县 他养的马可是出了名的娇贵 说是少爷公主的待遇 那是一点不参加 能娇贵到什么程度 我是没法用语言形容 也许您都未必比得过它 你吃饭几岁啊 三个岁 三顿 三顿 但跟人一样嘛 早中饭三顿饭都得有 对 都二十的 八个小时一顿 八个小时一顿 他知道要来喂饭了 知道知道 特别高兴 东西还真不少 你看 这是什么 这里面有 这是大麦 这是燕麦 这是豆博 你看他这里面带着碎子叫豆博 然后还有腹皮 什么的 这么多东西呢 这里边 很多东西 王金伟是这里的主人 他养的这些纯血马 听着名字您就知道 这马呀可金贵得很 所以您看这满满的一车 可都是好东西 不光营养丰富 再看看这搭配 不光要吃饱 还要吃得好 这比伺候人还要难 这胡萝卜是不是相当于给他吃水果呢 补充维生素 这是什么呀 油葵 橡树葵 橡树葵 他还得吃这个呀 对 营养真够丰富的 这个是什么 青油 为什么要放青油啊 因为他害怕这个肠梗 马还会肠梗啊 哦 还有吃鸡蛋 嗯 来王子 你还得专门去买牛奶吗 给他 我们自己养的一个牛 自己养的呀 是专门为金马养的吗 对 专门挤住牛奶 是为给马喝的 对对对 严格的来说 都带手泡呗 为什么要 为什么嘛 怕手上有细菌什么的 卖染它 对 奶族饭饱 你以为这就完事了吗 肯定不行 咱们怎么说也算是贵族 总得来点饭后甜点吧 说起这甜点 那来头可就大了 我那个马子吃的根目 是全从 我们新疆 从南疆北疆 就是伊犁那边 那边进的 伊犁进来 特别贵 一公斤 我们这新疆论公斤 一公斤到 头到三块多了 三块多 那这一天这个 您养这些马 得吃多少公斤草料 大概在12到15公斤 怎么样 这羊派马吃的水准够高吧 这只是吃的 那您知道这马喝什么吗 得 您也别费劲了 看看吧 哥50毫升 大概50毫升 像这热水 搅拌一样 这纯开的水也不行 就是温开水是吧 那为什么咱们马肺 得喝蜂蜜水啊 清脆吧 哦清脆使的 这马真高级 这它肺活量也好 王建伟 杨玛自己都没敢仔细算过 一年要花多少钱 我们的编导倒是给他算了算 就单看着吃的喝的 那就是比不小的数字 这三十多匹 仅鸡蛋 一年就差不多四千个 外购的草料要七千公斤 再加上这蜂蜜 大麦 牛奶 胡萝卜的 一年每个三四十万下不来 这些都不算什么 除了花钱 王建伟为了让杨太马活得舒舒服服 可是费尽了心思 这马不仅要用细沙洗澡 还得每天享受着按摩的待遇 您瞧瞧这待遇咱能比吗 有些那个按摩的作用 然后这个呢 按摩的作用 这个呢 这个这样 打圈这样远的这样 这样的话 闪着刷 闪着刷 轻一点 闪着刷的话 它这个毛下面的那些脏的东西啊 就是那些快要掉的那些毛啊 它掉面出来了 变完出来以后 然后 那这种 这种长毛刷子 那这种长毛刷子 它在轻一点 怎么样 活得够滋润吧 你还别说 营养丰富的马 脑子就是好使 王建伟这马聪明 聪明的 让驯马师都头疼 你想拴住它都困难 人家会解绳 这阳太马享受的贵族待遇 是不是您瞧了都眼红 不过 这马可不是白养的 在比赛的时候 人家能拿出的是真本事 不信 咱一起去汉血宝马的故乡 土库曼斯坦 看看这汉血宝马 也就是阿哈尔杰金马 是怎么比赛的 汉血宝马的真名 叫做阿哈尔杰金马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 最名贵的一种马 也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 1986年 在巴黎凯旋门杯赛马比赛中 赢得冠军的阿哈尔杰金种马 被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 创下了当时的最高纪录 别说是当时了 就是现在这5000万美元 也是一笔大买卖呀 此次赛马会比的是 全程60公里的马拉松 这阵势可不得了 整个比赛按照国际水準栏设置 前来参战的21匹 长跑能手已经出发了 再看看这现场 那可是人山人海 除了这几位长着大胡子的马主人之外 还有全球的100多家媒体先来观战 这比的可不仅仅是能力 还有心理素质 眼瞅着好几个小时过去了 这汗血宝马终于来到了终点 这会儿我们才能近距离地观察它 体型优美 高大纤细 但是这汗血宝马真的会汗血吗 在土古巴斯坦大家都告诉我们说 这个马没有汗血 但是我真的想再摸一下 看看到底有没有 真的没有 所以这个汗血宝马说 它汗血是一个传说而已 真的它没有就是运动的时候 也不会再流血啊什么的 不过在它的身边 感觉汗血宝马的皮肤特别薄 运动之后它的每一根血管 更是清晰可见 汗血宝马产于沙漠 有无穷的耐力和持久力 赛制要求是马儿到达终点后 它的脉搏达到64以下 比赛才算完成 刚才这匹马跑过来的时候 受益给它测脉搏是112 但是经过了大概十一样 我们在现场也就一两分钟 完了之后它的脉搏就回复到了64 就证明这个阿哈尔杰铁马 实际上它的平衡是非常非常优良的 这也是其中体现的一个方式之一吧 一气给它测量它的脉搏 一定要达到64以下 就证明它这个马的素质相当好了 然后主人是很关心这个事情的 还没有 那马又得带着它的主人 又得带着这个马 然后继续溜一下 一直溜到它 可能这个脉搏恢复到64以下 再来给这个兽医进行检测 不知道这匹马 马的主人都特别关心这个脉搏术 你看它的表情 还不行 失望的走了 继续带着它继续溜 现场的工作人员不断的给马儿身上浇水 据说浇水的方法 那可是相当讲究 其他地方不能浇 只能浇马的胸部和大腿 这是保护马的一种方式 在马场上 可谓是有人欢笑有人愁啊 这一匹银色的马儿 最终在第八次测试成功后 才结束了比赛 别看这马住得好吃得好 还享受着不一般的待遇 它付出的努力和汗水 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您看这赛场上的纯种血马呀 是傲视群雄 生活中的他们呢 也十分的金贵 住的是五星级酒店 吃的是高价营养餐 少爷公主一般的待遇 我们都未必能比得过他们 那生活在我们本土的马 又是什么样子呢 这就是咱们博湖的 阿布莱提养的本土马 群居散养 如果说羊派马住的是五星级酒店 那咱们这马最多也就算个普通招待所 住的咱先不挑 再看这吃的吧 也太不讲究了吧 正餐都是这粗粮 那家餐更甭提了 阿布莱提最喜欢把他的马赶到湖边玩 咱这本地马吃的就是这纯天然的芦苇 喝的就是这湖水 他觉得本地的马就得就着本地的条件来养 这纯天然的养法才能让马活着舒服 算起来阿布莱提的马一年要吃掉 将近三十万块钱的粮食 不过区区三十万块钱 对阿布莱提来说算不了什么 羊马和图马虽然看哪儿哪儿不一样 但也有一样的地方 就是都因为大赛让主人出了名 不过阿布莱提养的马到了比赛现场 会是什么表现呢 阿布莱提的马上午要参加六项比赛 他也很轻松 不过媒体马他都亲自督战 中午休息时间正是品尝新疆特色美食的时候 在这儿你可以吃到各种小吃 这赛马大会就像个大集市 人山人海 来这儿的人不仅包眼福 还必须得包包口福 阿布莱提养的马上午要参加 怎么样 这上午的结果你没想到吧 咱这本地马还真争气 下午的比赛阿布莱提更是胜券在握 还有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啊 百分之百 是哪个 这是群券 群券然后是 五公里到十公里 五公里到十公里的 肯定是你们的 肯定是五公里 那么没有把握呀 我想想这个马上 您听见人家那话说的 好像奖牌已经跑到口袋里了一样 阿布莱提养的虽然是土马 但这渤湖县举办的赛马大会 他的马已经连续好几次获得了冠军 所以只要是他养的马 都能有个好价钱 就连他养的小马鞠的价格 都年年渐长 像这种小马鞠能卖多少钱了 现在 现在已经买了四匹 四匹 定了四匹一万五千块钱左右 最好的可以买五万以上 五万以上 就一个小马鞠吗 一个小马鞠 我们这个马鞠马 不多年就定完了 伸出来就能定付 人家老板就是 现在没有下的 想放牙筝 想要这个我们的马鞠马鞠 我觉得你对年卖 光卖这个小马鞠 就得卖点钱了 刚才小马鞠可以卖六十万左右 这样一算 一年三十万的粮食钱 对于阿布莱提来说 就是小菜一碟了吧 而拖略干 可舍不得卖家里的小马鞠 他住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拱流县的喀班巴伊峰脚下 要去他家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一会儿要骑着这个马 翻过后面的这座山坡 听说翻过山坡之后 才可以找到 我要到达的地方 拖略干的家住在半山腰 想要去他家 除了徒步上山 那只有骑马了 虽然我们编导对马十分陌生 但对于哈萨克族来说 这骑马呀 可是最平常不过的一件事 我们的编导做半天的思想斗争 终于骑上了马 这些马都是拖略干一家的 他一共养了三四十匹马 不过不同的是 他的马都散养在草原上 拖略干一家手里都拿着马鞭 不过他们家的马可不是用来比赛的 他们也从来不知道自己的马能卖多少钱 对于他们来说 马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好伙伴 就像是手里捧着的马奶子 是哈萨克族人最爱喝的饮料 酸的 有点喝不惯这个味道 酸酸的 新鲜的马奶放到桶里搅拌半个小时 在经过一晚上的发酵之后 变成了清凉解渴的马奶子 我们的编导喝起来很不习惯 可拖略干他们每天都可以喝好几大碗 就连小朋友也不例外 这为什么一个一个都把它拴起来啊 这个挤马奶子嘛 挤马 挤马就是一个小时一次 或者是两个小时一次挤马 拖略干把小马鞠拴在绳子上之后 便放开母马 任凭他去吃草 可以到了时间 这母马便会自动归队 自觉地承担起妈妈的义务 挤马奶的工作便开始了 现在怎么把这个小马解开了呢 这个Vanaya Vanaya 这样的日本是 cover 等会 === 阿厉 乖 di 重瘤 太 手 激 我看您嘴里一直在说 哭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听了这个声音 这个小马鸡就安安静静的了是吗 我看是先给它喝一点 之后我们再戒 我可以摔一下吗 摸一下这个 好可爱啊 它多大了 十天一定长这么高 这就是托列干为什么舍不得把小马鸡卖了的原因 骏马遍山坡 马奶流成河 小马鸡是为了留着挤马奶用的 而哈萨克族人一天不喝水没关系 可是这一天不喝马奶子 那是万万不行的 刚才喝过了发酵的马奶子 现在还可以喝到新鲜的马奶 谢谢 我喝了 嗯 甜甜的 这个味道我觉得比马奶子要好喝 为什么他们不喝这个新鲜的马奶呢 这个马奶子平时发酵 发酵以后再喝 这是平时不喝 嗯 小平血呀 嗯 不怪呀 这事还要不是拉肚子呢 哦就是这个新鲜的马奶 是治疗平血比较管用的对吗 但是他如果喝多了就会拉肚子 拉肚子 所以咱们这儿的爷爷奶奶都把它发酵 发酵以后变成马奶子喝 对对对对 那身体也有液 不过还是挺好喝的 对 喝喝喝 新鲜的马奶奶味香醇 还带有淡淡的甜味 它是各类乳品中营养价值比较高的 我们的边倒喝起来就收不住口了 不过托利丹说 这新鲜的马奶可不能多喝 要是喝多了就会拉肚子 多娜一大妈忙碌了一上午 虽然现在手里还不能闲着 要把刚挤好的马奶发酵 但是总算可以坐下来歇歇了 这是什么意思 三岁开始骑马了 三岁会骑马的 他从三岁就已经在马背上了吗 对对对 那他已经骑马骑了两年了 两年了 这个小女孩叫艾曼 是托利干的小孙女 也是这个草原上的小小骑手 她对于马的了解 可不输给那些大人 因为她从小就习惯了马背上的生活 她还告诉我们编导 轻轻的摸马耳朵 马就知道我们在向她示好 便会喜欢上我们 哈萨克族 有很多的小朋友 都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学会了骑马 你看 他们与马的关系是那么亲密 不害怕吗 不害怕 托利干家的马喝的是山上流下来的血水 吃的是草原上的青草 这可是纯天然污染的绿色食品 所以托利干一家的马 各个飙肥体壮 要拿去参赛肯定也是得冠军的料 而托利干的马们每天自由漫步在草原上 呼吸着最新鲜的空气 这也是他们最享受的事 要是让您说 您最羡慕的 是享受着五星级待遇 吃着高级餐 为比赛打拼的纯血马呢 还是这漫步在天地间 自由自在过日子的伊犁马呢 不过 要让我们编导选 那活法不重要 只要活得满足 有自己的价值就够了 无论是在汉血宝马的故乡 土库曼斯坦 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家乡 人人都有一颗爱马之心 在马场上 马可以给主人带来荣耀 生活中呢 马也是文秘不可分的伙伴 虽然马享受的待遇不同 但是他们的主人却十分用心的对待他们 彼此亲密无间 这就足够了 马年到了 趁着春天的脚步 你也不妨走出家门 到大草原上 感受一下春的气息 也正好啊 和马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见 你是乡土最热心的观众吗 如果你能回答对本周所有的问题 那么将获得精美离体一份 快快短信参与吧 你就是乡土百事通 什么动物过街人人喊打 什么动物长相可爱 却深寒俱毒 又是什么动物让人想起来 会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这些动物您害怕吗 可在一些地方 它们却是最受欢迎 也是最难得的美食 如果您想挑战一下自己的美食极限 欢迎收看下期乡土 勇敢者的美食挑战 谢谢大家